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回来了 一个礼拜 刚刚奶 为什么会说奶呢 因为刚刚塞车 阿诚你又塞车 不是我又塞车 你根本就没车 又塞车 又没车 平时通常只需要一个小时的车程 变成一个半有特 在香港生活就是这样的 这个一定要习惯 很多大城市都是这样 你平时乘坐什么车呢 MTR 你今天也是坐地铁过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学生价 对啊 什么是学生价呢 就是一半 就有半价的 就有个商人叫做学生罢通 也知道学生罢通 就可以给一些学生有半价 那通常呢 没有了这个学生半价 就意味着你这个学生的身验 就已经结束了 那就很不幸的 就是我结束了 但是这个学生罢通 前段时间可能有些人会看到 就是说什么 10月1号的一个学生伯特通 就过期了 我就是了 跟着我整个 我那天 我给多个钱 很欲赤 但是你现在还是学生 你可以申请逐 我逐了 但是你一个星期内 你是 但是我又给钱买 他那张临时学生伯特通 对啊 可以用临时的伯特通 有啊 但是我都是迟了一两天 所以都是迟了一两天 你明白吗 叫地铁赔钱给你了 又可以这样的吗 没有啊 没有可以这样的 抗争嘛 抗争是这样的 抗争 然后叫他赔钱给你了 那 很有聖诞气氛 今天很有聖诞气氛 对啊 很久没有过来这个直播室 这样就 我喜欢这里 你也喜欢 那你以前 你通常会坐什么交通工具 或者是以你所知 其实你知道是有什么交通工具 有什么交通工具 这么久以来 搞吧 地铁火车 我以前不会分地铁和火车 以前是有地铁和火车的 现在没有 只不过是 九龙堂那边不是火车吗 但是现在是同一间公司 以前是两间不同的公司 我不知道公司的东西 你不知道公司的东西 以前就是 铁路历史 叫做小事 以前地铁就还地铁的 是 九龙堂那边那条市 叫做九广铁路 九广铁路 那时候火车就上大陆 但是之后九广铁路 就被地铁公司收购了 现在我们看到那个 一个圆兜上去的那个 收购了 收购了之后 就变成同一间公司 但是基本上所有东西都没有不同 但是只是名字就不同了 但是基本上现在我想 因为已经统一了之后 都可以说那里是叫火车的 其实都没有问题 因为那里还是真的有火车 那里还是火车 都真的有火车走 我觉得火车很斜 为什么火车很斜 就是它是歪的 就是它停在那里 它的地面是 側了一边 是啊是啊 没有办法处理吗 为什么要处理 我觉得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样斜着很危险 那转弯 好像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吗 当然不是啦 你很傻的 总之 但是其实那里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反而 之前那些人吵 吵得最多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安全有个洞 之前有个老人家 跌了下去 跌了下去 很大件事 其实我有想像过自己跌下去 我会怎么办 我一定会躲一边 你这么年轻也会跌下去 我觉得你真是值得 就是说 阿婆可能是真的没有力 就是阿婆可能走走走走走走走 摩不过脚远 或者看得到 眼眶 看不到 那年轻的经验不够 你不给的吗 你别傻了 走那道路 摩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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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没有生活能力 我觉得是可以直接 直接死去算 老实说 就这样叫你抱过 你不是有病 你说你现在有病 原来我的心很不舒服 心脏病 什么 学生压力大 一个不流伸 一个不流伸 插了脚 跌下去 但是 插了脚 还插了脚 其实我见到有些人 其实我见到很多人 很煞有介事 因为我之前看CCTVB 介绍就是说 那里有个洞 就是那里有个洞 就是说 原来最闊的洞 可以达到三十多 三个手臂 什么三个手臂 三个手臂那么长 不要玩 是三十多cm 他说最大 三个手 三个手板那么长 大概 一二三 就是那么长 我记得他说只有三十多cm 最阔的就是三十多cm 但是 他说什么 一定要加强 就是那些什么 让人不要跌下去 就是要 新一些 新延物 这样去拿着 但是我觉得 其实是 有些矫枉过正 老实说 其实我觉得三十多cm 就是这么多了 三十多cm大概这么多了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正常的人类 就是一个正常的人类 我觉得一个正常的人类 是可以很足够的能力 是去拿得过的 但是 总会有人说 会有些人是没有足够的能力的 但是问题是 有没有必要 为了这个 一些这么特殊的案例 就是一些这么特殊的案例 他特地去浪费这么多钱 然后他特地做个 这样的 他做不要紧 不要加我车费 就行了 他车费就加了 他加不可以 那我觉得那些人可以搭巴士 搭巴士 他搭不到上级 我觉得如果他是 连一个这样的 洞都搭不过 应该更加 没可能搭到上级 那有人扶的嘛 那如果有人扶 没所谓 有人扶着他搭过那个 那司机是扶的嘛 那司机一定要例牌扶的 你也傻的 那正常都会 哪有这么多人下车扶你 你又不是坐轮椅 你坐轮椅他就会下去 然后下去之后 他就会帮你开一块板 然后给你上去 但是你普通老人家 很少会特地去扶 扶也是乘客扶 不是玩笑 何时会变成什么 何时会变成那个 何时会变成 他就会变成那个 他就会变成那个 那就是这样说 但是其实我觉得香港 你觉得香港交通方便不方便 老实说 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觉得香港交通方便不方便 我觉得 不方便 你觉得不方便 为什么 我觉得可以再好一点 你觉得可以再好一点 其实有些时候 我觉得你计算一下 巴士的路线 其实可以更加方便 不一定每次都要去地铁 但是其实现在的问题是很严重 究竟有什么这么严重 是没有了地铁 几乎不行 没有了地铁是不行的 你明白吗 还有现在的问题 去到除了地铁之外的地方 在地铁站那里没有那个地方 你都不知道有那个地方的存在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为什么会这样说 首先就是路面太多车 你基本上 其实老实说 如果你说集体的运输系统 就是地铁这些叫做集体运输系统 就是可以很多人坐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巴士 小巴都可以勉强算是 其实最常坐是这三样的 基本上 一定是小巴巴士和地铁的 对不对 但是 问题是现在好像没有地铁是不行的 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没有地铁是不行的 因为它是很刻意地 去令到地铁成为了一个 最主要 最主要和最必须的 为什么它要这样做呢 首先很简单 因为最简单就是 不是因为商业原因 商业原因 它将所有建筑物都整在地铁的附近 还有最重要就是 因为地铁站得多人 是 它不用用那么多其他的资源 它整了一条轨道 就已经基本上可以不停地使用 不停地使用 不停地 而且理论上来说 它是最环保的 理论上来说 是的 它是最环保的 但是问题是 你不可以只靠铁路一样东西 而且你很明显看到 现在没有地铁是不行的 为什么会不行 因为路面的情况 是不容许你去坐其他车 就是好像我刚刚 你这样 你说 我刚刚来这里 我一个钟头 本身其实不需要一个钟头的车程 老实说 如果在任何不失车的情况之下 完全不失车的情况之下 我来这里可能只需要 说半个钟头多一点点 如果真的完全不失车的情况 但是因为失车 令到我损失多了一个钟头的时间 你失了一个钟车? 我失了一个半有多的车 为什么? 因为失车 可以解释 不就是因为失车 那失车有原因的 我认为失车是没有原因的 因为多车 多车就是失车 不是因为撞车等等的原因 而是因为太多车 太多车 太多车太多了 那你就不能进入 那你就不能进入隧道 其实最常失的就是隧道的位置 或者某些公路的交汇处 这些是离室的 每天早上都失车 为什么香港没有交通 那些指挥的呢? 现在有指挥的 一向都有的 怎么会没有呢? 我没有见过 因为你真的很少坐 我一向都是坐地铁的 但是问题是 它现在是 那些车是飽和的 我觉得 怎么说是飽和的呢? 其实已经是 都爆了 根本那些车是没办法可以 没办法可以 堆倒进去 堆倒进隧道 或者堆倒进去某条路 是完全做不到的 你明白吗? 香港的交通繁忙 是不是可数 是可数 数一数二 当然不够曼谷的 曼谷的那些 曼谷的那些 有动都不动 如果用其他地方 但是 那都挺惨的 没了人生很多时间 但是问题是不同的 泰国不是一个 城市规划得 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也不算是一个很先进的地方 但是你香港 你平时 你传统有多厉害 多厉害 那些政府老人 每天都在说我们是国际大都会 每天都在说我们是金融国际城市 国际国际城市 先进先进城市 我一直以为是 根本不是 现在不是 从来都不是 不是 我从小学开始上常识堂 我就觉得 是的 金融大都会 国际大都会 国际大都会 香港是国际 之后 开始懂事的时候 就觉得 为什么国际大都会 香港人的英文 包括我都 这样 还有很多规划 为什么都造成这样 就是环保方面 等等之类 都造成这样 题外说 拆开 环保就更加不用说 那我不觉得 是什么国际大都会 还有 那些街道 例如西洋蔡南街 我想问一个国际大都会的 西洋蔡南街 为什么会这样 是什么 你觉得 每晚都好 那些很难听 超级难听 那些大妈在唱 那些死人垃圾 完全没有规管 是很垃圾 其实他根本很多东西很垃圾 我觉得他应该有个投诉机 如果真的要这样说 这个真的生气 我才不说 我最怕星期六日走 我真的怕到 你走也不用走 是啊 真的很难听 如果有一天你在那里呼吸到 我试过一两次 真的会很开心 可以呼吸到 星期一至五去 没有人主动区 没有问题 但是星期六 以前星期一至日都有 可想而知 上面的人 是多么痛苦 因为刚刚吃环署 取消星期一 其实我一直都不觉得旺角 那些地方是可以住的 我一直都不觉得 你住在旺角 那么有趣 那些地方 好像不是住的地方 我都觉得 生活环境 生活环境是后话 但如果你要说 国际大都会 根本 我觉得你不要说笑 老实说 我只是说 教育制度已经够垃圾了 即是教育制度 即是垃圾之中的垃圾 然后说发电 更加不要说 你说公共事业 老实说 我都不想提 我只是说交通 那样说 塞车基本上 每天都这么塞 每逢上班 放工时间 然后星期六日的中午时间 基本上一定塞 它根本那些车 塞到已经去到 去到一个无耳 就是塞到已经是一个 你是要 一定是预了 它一定是会塞的 那本身其实老实说 很多大城市 你说可能 纽约那些都会是这样 这个是 有时是无法避免的一件事 但是你是从来都没有见过 这个政府 他想着去做一些事情 去令到他那个交通 是会舒缓的 就是譬如 他做得最多 他就是经常都说什么 就是建地铁 坐地铁 地铁和地铁 对啊 地铁和地铁 地铁和地铁 但是那些小巴 好像没有什么 然后经常说 要削减巴士 削减小巴 什么什么 但其实对老人家 不方便 完全 其实是不差的 老实说 我觉得有巴士是更加好 我记得我之前下面有个区议员 他就在那抗议 他说抗议那些 不知道巴士路线搞成这样 他说 香港是应该可以有一个更加好的小巴路线 去令我们更加方便 不是下下一定是地铁 是啊 他是这样 譬如好像将军奥 我拿将军奥 其实他这个政策有个名字 就叫做铁路优先 但是他其实从来没有明文说过 说有一样的事情 但是你看得出他是很明显 首先就是用将军奥 基本上如果将军奥没有了铁路 就是没有了地铁之后 你是很难可以出到他外面的 因为他的巴士线路其实是偏小 路线是偏…很窄啊 那些路线 来来去去是只有那几条 叫做几条的路线 他基本上是整个区域 就是规划的时候 他也是给你去坐地铁 那…其实现在南区 南区也是遇到同一个问题 为什么会有同一个问题 他现在就是南港都线就是开了嘛 南港都线就是开了嘛 那他一开了南港都线之后 他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他就是将所有平时有的巴士路线 他全部去剪掉 就是取消那些巴士路线 然后你就变成了没得选择的情况之后 你就一定要去坐 他们所谓的… 就是你一定要去那个地铁 但是问题是 如果地铁有什么事 或者地铁去那个地方是不方便的话 你是没有其他选择的 你是一定要坐地铁去 就是他最疯狂的话 是什么呢 他是甚至会将你一些 那个区域里面的巴士路线 都取消了去 然后去整一些新的路线 去等你去… 譬如你怎么说呢 譬如你不是住在地铁站附近的 你住在一条较远的村 你可能要去地铁站 你要走路要走20分钟 是啊 然后你不是特地走20分钟 是啊 但是你本身那条村 可能是有巴士出去的 或者可能是有小巴士出去 你可以坐这些车 但是他将那些车取消了 然后他整一条新的路线 而只是跌到地铁站那里给你 然后你就一定要… 一定要每天用20分钟走去地铁站 或者你坐去那条新的路线 坐去那条新的路线 到地铁站那里坐去的地铁站 然后就逼你们一定要去坐地铁 那之后的地铁 你怎么又不去预浴了 老实说 现在其实南区这些人 现在讲的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他起了新的这条线之后 他切了所有巴士路线 用我刚才那个方法 去折驳 有时候是折驳一些线路去地铁站 但是问题是 你折驳那里是 因为他那条路 在南区出的那条路是去金钟的 但是金钟已经是出名多人了 好多啊 好恐怖啊 好恐怖啊 你放工的时候你去过 我试过有一次去尖沙咀 但是我坐错站 我去了金钟 然后我出了 然后我想怎么进去 你是没办法 就是进不回去 我等了整七班车 我才能进去 那时候大概是七点多 七点多 差不多了 七点多的时候最多人 不是开玩笑 七点多的时候是最多人 尤其是在港岛转车过去 有时候你看到那个月台 是会逼到中间 你明白吗 譬如说两条路线是这样 你在这边出门 但是你看到 那些人已经是逼到中间的位置 已经是排到中间的位置 就是两条路这样 你觉得如果再这样搞下去 会不会越来越多 然后去到那些时段 直接是动不了 这个我不知道 他说不会 但是我觉得有也不奇怪 而且我也不觉得他真的可以附和 还有他现在政府的东西 经常说谎 尤其是地铁 你也知道地铁 根本现在是另外一个霸权 你说地产霸权 只不过地铁是佔了公用事业的霸权 我觉得是这样的 其实是很瘋的 我老实说整件事是很瘋 就是逼你坐地铁 但是地铁是 你知道地铁有很多缺点 想想落落 如果是老人家就想想落落 还有那些电梯 还有那些电梯 都不够使用 因为人太多 你走没有人的时候 当然可以用 平时空闲时间的时候 当然用 但你想想整层只有两条电梯 两条电梯 上的两条 你有时候在金钟想转 你想转过去九龙 你不可以在金钟 你要去中环 你要去总站那边去 你看到很多人都很瘋 你是很痛苦 其实我觉得在地铁里面 坐一小时的车 你试过吗 我没试过坐那么远 我试过 乘来乘去乘来乘去 总之乘坐 你觉得不见天日 不见天日 你完全在密封的箱里度过 我反而觉得 如果你是乘九巴或小巴 你至少可以看看街景 好像棺材 其实是 对 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偏着地铁呢 首先就是路面的情况 根本就不允许 那么多巴士 我觉得坐巴士和小巴 都很危险 因为我真的觉得有点害怕 有点害怕 我乘九巴 我觉得九巴不是很稳 但不知为什么 我前几天放学的九巴 它是 在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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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我还要坐最上层 因为我喜欢坐上层 然后还有头的位置 我知道是危险 但我真的很喜欢 因为可以看到一些景 对 我小时候很喜欢坐那些景 认真 然后假扮司机 对 你觉得很有感觉 我知道它这个位置会转弯 而且高了上去 你看不到所有东西都是最清楚的 对 我觉得坐九巴去游览这个城市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 不过巴士这件事情 我觉得会越来越 会慢慢没有 它不会没有 不会完全消失 但是会越来越不重要 我想有叮叮车 现在也有叮叮车 对吗 我觉得它的路线要扩展 不可能 巴士都说要继续 还说要继续路线 其实很痴线 为什么会说很痴线呢 因为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因为塞车 他们就常常想把那些人 就是那些贫民 把那些人 坐地铁 但是为什么会常常塞车 问题是为什么会常常塞车 因为那些车太多 为什么那些车太多 主要的车是 因为那些私家车太多 这个是一个很主要的问题 如果说一个交通工具 路面上的交通工具 来来去去都是什么 巴士 小巴 的士 私家车 然后货车 是的 那些私家车真的很多 还有那些私家车 不是很懂得开车 五样 就是五样车 整天出市都是私家车 你不觉得吗 那基本上一定是 还有他们开得快 还有他们 我觉得最令到意外的情况上升 就是因为私家车 因为那些人本身就不太熟 也都不熟 那些路 其实我觉得是很瘋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因为我刚刚所说的五类车 比如说 前者 前者 那两款小巴巴士 没有东西 因为大家都要吵 你不能吵 那些 然后的士 那的士 也一定有的 你没办法的 的士算是一种交通工具 虽然不是一种集体的运输工具 但是他也是一个职业 那你货车那些 那你没办法 你有一些商业的 或者一些工商业的活动 你要银 那样 那之后只剩下私家车 私家车就是最高的 为什么会这样说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什么形容你啊 免得说 免得说粗口 最高的 所以就说为什么会这样说 那他 再一个一个人 但是他占了路面的一个 就是叫做占了路面的一个位置 那样 但是他是会令到其他人 損失了很多的时间 但是政府是完全没有想过 如何处理这些私家车问题 他依然是对于那些新车落地那个 你看到他的数据就是 说他每年现在说的 那些新车辆的登记是越来越多 就是说那些车 那些是越来越多的 其实是不应该 在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是不应该再 可以给他更加多车 是应该要有 有一个折制 就是我觉得有一个折制 但至于这个折制是怎样的话 这个我觉得是要政府自己想的 就不是我想起来给他 还有我都没有他们这么多内部的数据 所以我也不知道可以怎么想起来 还有根据政府公布 他现在说主要的路线 他说依然是不饱和的 还有位置 他意思是说他其实是还有位置可以用的 但其实我觉得根本已经是 我觉得是瘋了 有时候 不是说你那个 根本我觉得他们计算的方法 已经是搜救 或者根本是不合时 所以他才会得出这个数据 你根本正正在路面看过的话 是不会有这样的结论的 那待会回去再讲